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余,一个不开闲的频道 随着网机网络在社会的发展 浏览器已经完全的深入人们的生活中 毕竟要上网看网页一定得使用浏览器 这也让浏览器品牌百家争鸣 其中说起火狐浏览器,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火狐浏览器一度被媒体、机构和一般使用者们评价为最强的浏览器 市占率一度超过30% 只输给Windows内建的IE,前景一片看好 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几年时间 火狐浏览器就如同流星般运落 根据2021年7月的统计资料 火狐浏览器在全球市占率只剩下不到3.45% 虽然排名第三,但第四的微软Edge 以市占率3.41%紧追在后 加上火狐的活跃使用者仍持续下降 这意味着火狐的边缘化状态将会越来越严重 可能再过不久就会跌出前三名 在这波浏览器大战中 几乎可以确定无力回天 但昔日被誉为最强的浏览器火狐 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火狐的目落之路 火狐浏览器由Masila基金会 核起子公司Masila公司开发 因此全名为Masila Firefox 要讲到Masila就必须提到盛行一时的 网警浏览器 两者有相当深的渊源 但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上演 因为网警浏览器就是90年代浏览器大战中败下阵来 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如果你有一定的网龄 那么绝对不可能不知道网警浏览器 网系网路在1990年代初期蓬勃发展 各种浏览器百家争鸣 到了1995年左右 网警浏览器一统江湖 成为被使用最广泛的浏览器 市占率一度超过90% 可以说是垄断了整个市场 只要你上网 就一定会用网警 与此同时 微软在1995年8月 推出了Internet Explorer 1 简称IEE 同年12月随即推出IE2 但当时技术还不成熟 产品不太稳定 直到1996年8月推出的IE3 这才开始有能力挑战网警的霸主地位 虽然这一开始 IE的评价比网警还要来的差 但IE透过捆绑Windows作业系统销售的方式 后来更对所有使用者免费提供 由于Windows拥有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许多使用者是第一次使用电脑 无从比较 导致他们不知道 也不会想要去下载其他浏览器 只会使用内建的IE 而网警的公司规模 远远小于微软 产品只有浏览器及相关产品 而且当时网机网路发展相当快速 版本更新相当快 在至今缺乏下 网警浏览器的更新速度跟不上IE 使用者数量也逐渐被IE拉开 才过了短短几年时间 1998年年底 网警浏览器变败下阵来 网警的公司业务 随后被美国线上以42亿美元收购 这也宣告了IE统治浏览器市场的开始 IE的市占率在2002年来到最高峰 高达96% 比网警当时创下的记录还要来得高 不过早在1998年2月 网警公司就成立了Misilla组织 让它来协助Misilla应用套件的开发 Misilla组织主要由网警公司的员工组成 但是理论上 它是独立于网警公司运作的 由于之后的网警浏览器收入微薄 美国线上因此对网警进行大规模裁员 到了2003年7月 Misilla基金会成立 目的就是确保Misilla组织 在没有网警之后 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火湖浏览器也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2002年 火湖浏览器就有了出行 只不过当时它的名称叫做Phoenix 中文翻译为凤凰 意味着浴火重生 但由于当时有间公司名叫做凤凰科技 可能有商标问题 于是改名为Firebird 但又引来观念式资料库管理系统Firebird抗议 直到2004年更名为Misilla Firefox 这才是你我现在看到的火湖浏览器 而火湖1.0版也在同年11月发表 火湖问世让一滩死水的浏览器市场掀起了波澜 刚刚我们说过 IE在击败了网警后 独大了浏览器市场 由于没有竞争对手 浏览器快速更新时代随之落幕 当时最多人在使用IE6 是微软在2001年发表的 知道火湖的威胁与日见证 微软到了2006年才终于发表了IE7 就可以看出当时市场是多么停止不前 火湖透过附加元件和布景主题 以及分页浏览及时输签下载管理员 制定搜寻引擎和隐私浏览等许多功能 完全刷新了使用IE多年使用者的三观 加上其安全性 跨平台资源 语言在地化等迅速在市场攻城略底 推出9个月后下载量就超过6000万 根据StateCounter数据 火湖浏览器的市占率 在2009年11月来到了32.21%高峰 虽然同期IE市占率约55% 但如果以单一版本浏览器来看的话 火湖3.5在同年12月超过了IE7 成为最多人使用的浏览器版本 然而火湖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 市占率之后逐步走低 2011年11月被Chrome超越 紧接着到了2014年6月 又被苹果浏览器Safari超越 如今火湖连第三名的位置都岌岌可危 短短几年就沦落至此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分析人士认为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 Misilla基金会本质上是个非盈利组织 在资金问题上 若没有金组资源的话 根本比不过Google和微软这些科技巨头的 而原本与Misilla基金会处于合作关系的Google 抽走了资金 转而发展自家的浏览器Chrome 成为火湖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从2014年开始 Misilla和Google签订合作协议 火湖浏览器的预设搜寻引擎 使用Google搜寻 而火湖风格的Google搜寻页面 成为Firefox的预设首页 最初协议金额没有被揭露 原本协议在2006年到期 但Google延长到2008年 后来又延长到2001年 而到了2001年 该协议又被延长到了2014年 之前人士称 这次协议的金额为每年3亿美元 比之前协议高出许多 最主要的因素是多了微软和雅虎的竞争 但根据Misilla基金会财报 2006年收入共6680万美元 其中6150万是来自Google搜寻的版税收益 而该基金会2014年的版税收益 有约90%是来自于Google的合约 可见该合约对基金会财务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协议 Google通过火湖的搜寻框 获得了大量广告收入 这收入Misilla基金会也能分一倍更 而Misilla基金会也借由协议 获得大量资金可以发展火湖浏览器 看似两全其美 但Google最终目标 其实是要发展自家的浏览器Chrome 这几乎宣判了没有资金的火湖 根本不可能与曾经的金主Chrome进行抗衡 Chrome刚问世时注重浏览体验 目标是把网页最快地呈现给用户 也相当轻量高效 让用户注重网页浏览 而不是浏览器本身 虽然火湖在扩展后会比Chrome更好用 但在完全没有扩展状况下的话 Chrome则是优于火湖 让在某些环境中Chrome占稳了优势 Chrome在桌机平台上 借着Google在各领域的优势 赐下市占率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如果使用者不是使用Chrome 开启Google相关页面的话 会被询问要不要下载Chrome 在移动平台上 则是利用自家的安卓系统扩展市场 Google在两大平台双管系下 让火湖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 苹果公司在2003年开发出内建浏览器Safari 也借由iPhone、iPad和Mac等产品在全球上销 吃下了一定的市场 火湖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 Missile基金会2014年在与Google的合约结束后 转为和Yahoo前约 火湖这个举动等于正式宣告 和Google从合作伙伴转为竞争对手 但该合约规定 若Missile不想合作可提前终止合约 但对方仍必须在2019年前支付全额款项 说意外也让人不意外 用Google搜寻的人实在太多 Yahoo似乎也自身难保 于是Missile基金会2017年宣布 把默认搜寻改回Google 代表提前终止与Yahoo的合约 可是这时Chrome已经完全载制了市场 Google也不太可能付太多钱 给竞争对手发展 Missile基金会想要亡羊补牢 火狐再也回不去当时的地位了 根据Missile基金会 今年7月公布的最新活跃使用人数 火狐浏览器的活跃用户 从2009年的2.5亿人 减少到现在的1.9亿人 等于短短两年消失了至少5000万人 而这个下滑趋势 似乎仍在持续当中 另外 微软在今年宣布放弃IE 该用新的Edge浏览器 而新版的Edge浏览器 使用了Chromium核心 使用者可以存取Chrome扩充商店 并直接安装各类扩充外挂程式 这获得许多使用者的赞赏 这战率逐步上扬 这也让火狐浏览器更难存活 根据StackCounter 今年7月公布的最新浏览器是战率数据 Chrome以65.13高居第一 其次为Safari的18.64 再来是火狐的3.45 Edge的3.41 三星浏览器的3.13 和Opera的2.13 可以看出火狐虽然现在仍是第三名 但比例其实和后面的半斤八两 这代表着火狐很有可能直接滑落到第四名 甚至第五名 又或者和网警浏览器一样 直接消失在网机网路的洪流中 好了 这一集的穷射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